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东坡也知道 认为天下皆好人是一种病 知道归知道 看来是知而难改 信各所知啊 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有机会出入 皇宫侯门 以皇宫贵族往来 又在慈善机构内 以来祈求周记的穷人言谈圣欢 这大多数凡夫素质 一辈子交往了阶层 身份有限 而且相当固定 交由再广的人啊 皆少会上通金字塔顶端 下大踏底基层 少数的政治人物 或许他们却有机会天地接通 只要富险其类 贫穷弱势 也有机会与总统 总理 首相接触 问题是 他们没有时间兼顾 真有时间啊 他们十之八九也让助理 以问题多过牛毛的求助者周贤 最大多数的政客 是为了国家大事 为了更高权威 为了滚滚财力 哪会浪费宝贵的生命时间 在悲甜宴企鹅身上 只要肯派助理 打发他们 已经难能可贵了 陪欲望大帝可是万般苦心的经营和等待 投下大量的时间 心血 才有的机会啊 机会乍现 常常是烧众计色 千债一逢 不容错过 苏东坡这般海纳百船 人后博爱 淡破潇洒 平等对待众生 不公立不势力的雄金 百万千万种也无益 Muret Kabel 和Franciska French 喝著的Gobie Desert 综艺本《隔壁沙漠》 两位作者和Franciska的姐姐Evangelin 是百年前内地会的新教士 Evangelin 24岁就在山西服侍 两位作者随后加入成为三人组的Trial Evangelin进耳顺之年 而最年轻的Muret Kabel也将知天命的48岁了 这样的年纪啊 进入隔壁沙漠太老了 千多年前 贤彰在没有孙路空 猪八戒护驾往返那条路 久死一生啊 冬生时才27岁 回到长安也不过44岁 在百年前的山西城市生活 已经是艰苦有益了 他们却在圣灵感动下 舍弃早已习惯稳定的沉寂生活 走入戈壁沙漠 向丝绸之路 以及周边的丽州居民 行医传福音 十五年间啊 巡回大小丽州五次 通常一天路程三四英里 上沙其勇 下山林 路面是黄沙 沙利 软色 变望不定 长长几步 围坚 累到西托 罗马拉不动沉重的板车 也不能袖手旁观 推车也是必须的 突戒人 东干人 蒙古人 回回 汉人 俄罗斯人 一回生 两回收 都成了朋友 他们以和尚 道士 喇嘛 活佛 回教徒 佛教徒交往 谈福音 他们受邀到当年的隔壁之王 曾经思汉后裔在隔壁最后一个可汉 马苏夏 哈密的王工作客 和所在后宫的可怜嫔妃喝茶 以下后永久 他们长期跋涉在隔壁间的丽州 辛劳无常地照顾病人 不得休息 病重的可汉还派人送他们到 阿拉塔姆下宫消除度假 几十年在贫穷的中国西北福寺 金发 都督 土耳基斯坦 主任打交道 土匪 叛金向他们说起药物和疗伤 历州中贫穷的乞丐 有一餐 每一餐碰上了 聆听他们的故事 同理他们不幸的遭遇 也不会让人空手而弃 中国人有计划说 车 船 脚 牙 电 无罪也当诸 印书业的车夫 船夫 挑夫 经纪人 店小二 都是坑人的坏人 沙漠里的车夫更没有一个好人 三人主在雇佣车夫时 可是心明不亮 颜挑细险 免得坏了大事 虽然世事动明 绝不天真如苏东坡 但他们对人一视同仁 绝不势力功利 但不是眼前没有一个不好之人 而是人人都是上帝所造 有上帝尊贵的形象 对于三人主而言 所有既有上帝尊贵形象的人 王侯归住 侧平起额 在道路奸嫌 为己是父 上无飞鸟下无走兽 干旱死亡笼罩的黄墨 你该听到 上帝愿人人得救 不愿一人沉沦的福音 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影像事工 希望你能按like 转发还有点击影片下方的小铃铛 订阅我们的频道 上帝赐福您 祝您平安